最近条点看到的是 美国在公布最新的通膨数据之后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应声走扁了 一度扁破了153大关 创下了34年来的新低 而最新对台币居然也来到了0.209元 而且专家认为的是 短期的低点还没到 这也让日系家居品牌 宜得利宣布要降价了 而且300多件商品降价7折起 更多人则是看好 日本的旅游会变得便宜 所以一大早就杀到旅展去 像是冲绳自由行跟黑布立山团 都很热门 拿着大碟传单紧进旅展摊位 看到喜欢的马上用名板直接下订 每桌满满都是人 凑近一看全都在订日本行 绕展场一圈光是看招牌 就知道今年各大旅行社 主打的还是日本游 因为现在美人队日元 已经扁破153元大关 我可以换到的日币又变多了 有的旅行社直接给出铺盘价 九州跟团玩5天不用1万7 有的主攻黑布立山 一样5天只要3万多 这波日币贬值效应 也吹进日系卖场 一整排货架上全贴着红色小卡 降价优惠 一大件夏天两倍500元有找 盘子杯子也只剩铜板价 日本家具品牌宜得利一口气降价300个商品 最低打到7折 对台湾本身因为我们台湾销售是台币 所以对台湾而言我们就更容易去挑选 说哪些商品去做回馈 而像是台龙首创馆 也因为多数商品来自日本 也出现在台湾买比日本便宜的情况 无印良品则因为采购成本增加 今年春夏新品不降价 不过日元对台币最新也贬到0.209元 到底该把握机会加码换 还是还有更低点 在日币的走势 以9月以前基本上都会是 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状态 每个月分批布局的话 其实在兑换日币上面 能够换到日币会越来越多的 也就是说短期想旅游自用分批换很划算 但日币低点恐怕还没到 想靠日币赚钱机会销 关键还得看美国的降息态度 等我们采信会 由陈超二贞台北报道 我是故事直播